好 这里是安来Radio中的流行网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呢 我们要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 最近科技股都不太行 那么到底现在是不是存金融股的好时机 金融股很多啊 有受险的 有金控的 有银行的 有证券的 应该怎么样慢慢的来养成一个存股的一个做法 他们有哪些实战的经验 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现在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开直播了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中网流行网的脸书官网 可以在中网流行网的YouTube官网 可以在中网流行网的理财生活通官网 都可以同步看到 先换一下我们上周集团的总经理 朱继中 朱总 朱总好 玉芬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先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说现在大家盘面也觉得很闷 对不对 然后这个科技股一下AI好 一下的又不太好 然后又说苹概不好 然后今天苹概又稍微好一点 对 那到底大盘现在要做怎么样的观察 好 那我先问你 那到底请问一下 我们同志人现在到底该做多还是做空呢 基本上散户做多的比例其实比较高 好 那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先不要讲买什么股票 那你到底现在适不适合做多 因为我想今年很多的台股基金 你知道台股基金有些涨了七八十八 对不对 那个第一名肌孝的那几家 对不对 好 那基金都涨了七八十八 那各位 那如果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 我前面七个月 我已经赚七十八 你觉得我接下来五个月要干嘛 要干嘛 你觉得如果是经济人 对嘛 所以对很多的投资人来讲 就是你要分两种层次的人 好 那第一种叫法人机构的 这些法人机构的 譬如说受嫌法人为代表 站在他们的立场 他们今年前面七个月 事实上已经赚到满盆满波 好 就是他们假设有这个 压到AI的股票 有跟到成长股的话 那事实上他已经赚 他年度获利目标已经达成 所以他接下来 是不是就轻松的做 他不会很积极的做 他不会像上半年 这么认真的做 那事实上 所以七八月以后 你看到的这个回档 那就特别是已经告诉你说 今年前面已经涨很多了 那涨多了以后 会有一个回档 那这个回档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在Smart字幕约刊这一期里面 就有这个小I 这个Isak 我们的专栏作家 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他就告诉大家说 事实上 这个台股会回档 这件事就涨多回档 就他从基本面来看 他认为这个基本面 都并没有看坏 好 那现在唯一大家比较担心 就是说 美国会不会继续的升息 然后美国如果继续的升息 那升息过的头 那会造成的经济的 这种比预期中还要差 的那个状况 可能会出现 那那个回档就会加大 然后那同时 我在节目也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看美国十年期的公债的殖利率 好那这个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跟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谈的主题 非常有关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利率已经拉到这么高 都到5%以上 如果这个在5%以上 还在往上拉 如果还在往上拉 那各位不好意思 那你现在千万就股票 你还是三元一点 好那可是我们看到 最近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慢慢的有点稳住了 然后开始往下走一点 好那这个当然就让大家 比较松一口气 好那所以我觉得关键第一个 我们就看美国的基本面 到底好不好 美国基本面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非常的好 好那只是我们要看 联准会接下来9月 就是未来一两个礼拜 好就会出现了 这个真正的决战点 就是说 严准会到底还会被升息 如果再升息 再升一次的话 那绝对会是让市场意外 好所以那你现在知道吗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讲说 如果今天通货膨胀 真的被控制住了 然后慢慢开始从停止升息 然后慢慢往降息走的话 那事实上对股市来讲 这个时候你反而是一个 很好的买点 所以就这两个状况 大家就要稍微观察一点 那可是我们要讲 就是说 至少到目前为止 整个基本面的状况 没有什么太坏 那以台湾回过头来 小爱在这一次的专栏里面 他就特别分析了 有两个重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抓住 第一个 就是上个月 台湾的GDP的实质增长率 它连续衰退了两季以后 它开始往上走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样图 对不对 各位你就看到那个红色的线 蓝色的线是台股的指数 好 那因为这个实质的GDP 这个成长连续两季是负的 那之后呢 上一季开始转正 好 那你看 看它已经跳上来 那通常这个实质GDP的成长率 开始转正了以后 从负转正以后 这个股市 它的这个多头行情 就会持续比较久的时间 好 我想这个是从历史的轨迹来看 那我们就来看说 那接下来这个出口 再把它升一层的去 把它探讨以后 你就会发现 电子产业 资讯产业的出口 其实是急速的往上攀升 好 那今天我们那个图 可能因为被锁码锁住了 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看 那大家可以去翻一下这个杂志里面 那个7月份 它的那个电子出口 是这个应该是这个超过45度的仰角 快速的往上弹 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是整个出口的年增率还是负数 但是资讯产品的这个出口已经跳上来 那代表什么 就是资讯业打库存的压力已经打完了 打差不多了 好 那第二个第二第二件事 除了这两个指标以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台币贬值 台币贬值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我们特别 那最近就是 这个应该就是说 从暑假一直到现在 大家都开始一直出国玩 那无论去日本 去韩国 好 那大家一定 我们过去都讨论台币跟日币 好 因为讨论去日本玩 可是现在有更多人在讨论韩环 为什么 因为韩元 韩元 因为跟台湾的那个出口 是有直接竞争相关的 那过去 其实在这两三年里面 韩元跌的速度 其实比台湾快 那可是韩元也因为跌的速度 比较快 但他反弹起来 他也提早见底开始反弹 所以最近你会看到 台币开始 有明显的跌的状况 会比韩元要稍微高一点 好 那所以韩元 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 这是商周集团的总经理 朱继忠 朱总 我们多认真 在帮大家看资料 看到广告都忘了 刚提到那个韩元的事情 那这个台币会贬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好 我觉得 就是 其实台币的贬值 都跟我们的出口 有极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的出口 开始反弹的时候 那事实上 台币 离台币这个止跌的日子 就不会太远 好 那所以 我认为 这几个月 就是特别是7月 8月以后 事实上 央行有放手 让台币贬 那为什么呢 因为 我认为台币 你不能只看台币 一定是看相对汇率 所以你就去看韩元 所以你会看到 韩元对台币的汇率 现在已经低到什么程度 已经低到2008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点了 那就 那代表什么 这个2008金融海啸以后 那时候的整个状况 那虽然我们现在32 可是之前台币可能对美元 可能最低有怎么贬到3334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贬到32 那为什么韩元对台币的相对汇率 已经到了一个2008金融海啸的低点 那就表示 在这个过程里面 韩元也在贬 好 那所以就我们从这两个来看的话 那相对 尤其美元升值了一段时间 好 所以你会看到 在这个状况之下 如果我们今天跟韩元 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低点 相对的 如果我们再往下扁一点一点 事实上 我们就已经是比韩元又扁的更多 好 那我想这个最后的这一段 应该就是央行刻意 让台商的竞争力可以提升 因为台湾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电子产业的出口 最终的很多竞争对手 全部是韩国人 好 那所以我想这一块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顺便跟大家讲一个 Google的这个 这个小小撇步 就是说那请问一下 那如果我要去韩国玩的话 到底是在台湾银行换好 韩换还是去韩国换 好 那网路有达人分享 这我刚才看到了 说去韩国换 好 就是韩国你拿台币去换 都可以换得到 好 所以就说你拿 你可以带着美元或者台币 去韩国换 因为韩国有很多的 这种换钱的地方 那所以他们算过 以五天的行程的话 大概平均可以多 大概超过一千块台币 好 就是说你可以少付出一千块的成本 好 一千块不多 那至少也吃一盘 这个烤烧肉 牛肉还不错 牛肉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炒年糕可以 我还没去过韩国 你没去过 我没去过 我真土 不是土 我喜欢日本 不够年轻 很坏 年轻人就要去韩国 没错没错 年轻人就要去韩国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跟韩国 那现在的韩国 的确又跟过去不太一样 那像我的话 我现在就会很有兴趣去韩国 真的你去过吗 我去过 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去韩国 要去看什么 看人家怎么做电动车 因为韩国做轻能车 还有电动车 他们其实比台湾更有 更有决心 更毅力 去做这件事 好 那这个 这个是意外差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那可是我们讲到 这个韩国的时候 那我不免俗要讲一下 现在投资的市场氛围里面 有一类型的股票 我提醒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我们今天虽然在谈金融股 对不对 金融股我觉得是值得可以注意的 那另外一类型的股票 就是电动车概念股 好 因为我们过去 过去大概五六个月 大家比较重视的是AI的股票 所以大家都在看AI的股票 可是其实电动车才是真正的王道 好 那过去两年 因为电动车 因为没 那个车用电子不够 好 所以他们缺货 所以他们很多都没有办法生产 可是你会看到今年以来 就电动车开始百花齐放 而且电动车因为中国 好 比亚迪挑起了这场战争 就是到底是美国 欧洲的电动车比较厉害 还是中国的电动车比较厉害 好 中国已经超越德国 什么中国已经打败 中国电动车已经打败德国 甚至到清门踏户 走到欧洲 好 各位 你会看到这场大战 已经开始 那这个硝烟味一起来了以后 事实上会带动整个电动车产业 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那我要讲就是说 电动车这个产业 其实它的 陈述效果是很大 就是它的那个蝴蝶效应是很大的 为什么呢 好 各位你去想一下 电动车买一台电动车 它改变的是什么 改变的第一个 就是我到底是加油还是家电 好 那我的家里的停车位上 是不是要有一个充电桩 好 那这个充电桩就会改变什么 就会改变你的大楼的停车 停车场的设计 会改变你家里的那个 那个供电系统的改变 好 那这个供电系统一旦改变了以后 接下来又会影响到什么 公共停车位 好 那这个接下来还会影响到说 这个停车场出去了以后 到不同的地方 那这些安全的法规 然后甚至营件业 全部都会跟着带动 所以电动车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 各位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 Tesla Tesla为什么一直在降价 那很多这个中国的网友就说 你看啊 这个Tesla降价不行 想要卖好一点啊 卖多一点啊 你看他都不行了嘛 因为被我们中国人打到他降价 各位 他们真的是太 这个中国的这个小红帽 真的太大的误解了 Tesla因为开始用机器人在生产车子 好 所以Tesla已经有机器大 机器人大军了 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路搜一下 我最近演讲了 我都会讲这个 就Tesla在他的投资者日 还有他的股东会上 他揭露的全部都是他的机器人大军 他的机器人大军最后用的演算法 还有用他的所有的数据的分析 超级电脑 全部都是NVIDIA的这些 好所以NVIDIA为什么会大缺货 因为不只超级电脑要支援所有的科技产业 还有很重要他要支持汽车业 那这个汽车业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因为自驾车数据分析还有最重要 虽然自驾车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出现 好就是因为法规啊各方面的标准还没有好 可是一件事已经开始出来 因为欧洲跟台湾电价都在涨 所以怎么样把电动车的电 卖回去给电网 已经变成显学了 好那这个Tesla已经开始在做 还有另外一个福斯汽车在欧洲也开始在做 马斯巴根这家德国的汽车的公司 它的下面的转投资的做电的 这个能源的这个科技公司 也在欧洲的能源交易所已经挂牌了 那他们主要都在做什么电价的差价 就是中午日震当中的时候 车主可以把你电瓶里面的电 卖回去给电网 去赚中间的电的差价 那所以这个是电动车带来的一个 对人们生活的一个很大的改变 虽然我有问过这个做那个叫什么 接送服务的业者 我说你们现在有没有开始用电动车来接送 他说没有没有 因为Tesla据说那个后座坐起来不够舒服 但是我觉得加以时的改变这些都有可能会改变 好所以我觉得电动车产业也是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好那个我们待会要真的今天好好跟大家聊聊金融股 金融股要怎么存呢 我们待会告诉大家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竹总来谈一谈了 好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因为我们刚讲科技股的变化其实很大 然后波动也很大 上半年也涨很多了 所以现在有些焦点 开始转到金融股 那金融股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投资跟布局 好那我们Smart支付约看这一期就特别介绍了这个股市肥羊 这个肥羊他这个从这个金融股赚非常多钱 可是他以前就是从以前就赚到现在 我们有些事 来来来来我们先讲一下人家厉害的地方 厉害都把是市场 2000年50万进场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4900多万4700多万 拜托从50万变到4000多万 这个你当然可以讲说是市场的功劳 问题是各位你20年来23年来你有这种投资获利吗 没有的话就好好跟人家学一下 好不好我们只是要讲这个重点 好那我们看一下股市肥羊的逻辑 我觉得他他为什么挑金融股 我觉得他中间讲一句话 他说世界上99%的获利 都是微小的5%到10%去累积出来的 所以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小看5%到10%的获利 因为你知道这个有一位股市大金主就跟我讲 他说你们这些记者都很了不起啊 你们每次讲一档股票都要什么赚20% 30%还什么赚一倍两倍 不像我我都赚3%就走 然后他说可是呢你们呢投资呢 你们那个赚20%的什么赚三倍两倍的 你敢投资100万吗 100万都压这一只股票你不敢 你只敢压个10万20万不像我 我那个3%每天1亿1亿赚3%我就走 两天三天赚一次周转 好所以为什么有些大户要开券商 你知道券商很大一部分就靠这些嘛 好那关键那肥羊也讲一模一样话 5%到10%一年赚5%到10%就好了 但是我把时间拉长到10年 那个就不得了了 所以我的资产就这样一路翻倍这样上来 好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真正长期投资的关键 好那金融股为什么值得投资 那各位我只问大家 你的钱除了存银行以外 你还会放哪里 放哪里 大部分存银行嘛 对啦现在你放房地产也比较 就是说你总不会说放在家里的钱 比银行还多嘛 对不对 只有那种什么对不对 就是那种洗钱的啦 或者银楼老板可以啊 可是大部分的人 你的钱一定是在银行比较多嘛 所以我常常问 我每次演讲都问大家 你要当金融股的股东 还是当金融股的客户 但当股东啊 可是我跟你讲 大部分人都去当他客户 对啦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当他客户应该怎么样 借他 跟他借钱借多一点 但是那这个又问题又来了 如果他的利率很高 那你就不能借太多嘛 对不对 如果他利率很低 那你就跟他借多一点 可是我们偏偏大部分人都导过来做 导过来之后怎么样呢 我存钱就存在银行 那我叫你投资他的银行的股票 你又不敢投 所以呢 那你看哦 我每次就出去讲 就是说最明显的比较就是什么 第一金啊 或中性金 对 他每一年 鼓励殖利率 对不对 鼓励殖利率 假设他都给你 我讲烂一点好了 他给你3% 或2.5%到3% 各位你现在存定存 你有2.53吗 当然没有啊 对不对 你存美金才可以5嘛 对不对 可是你存美金 你又担心什么 汇率贬值嘛 好那各位你就想想 如果你存钱都敢存在中性银 存在第一银行 那叫你当他股东 你为什么不敢 你怕那个股价会折到 那他鼓励殖利率 每一年给你3% 如果今天股价大跌的时候 特别是什么 金融股常常会碰到一些利空 比如说 什么那个大陆房地产很惨 然后台湾的金融业 曝险什么比例很高 或者哪里 土耳其的什么出现什么危机 所以哪里出现危机的时候 是不是第一个倒霉就是金融股 金融股那时候就跌下去 那他股利值利率就马上跳上来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买进了 好时机会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金融股 其实长期是一个好的标的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敢存钱的话 那事实上你如果分一点你的存款 放到金融股的话 其实是好的 因为他给你的股利 会比你他给你的定存的利率要高 所以我想第一个基本就是这个 然后第二个金融股 只要金融股就是跟着经济成长 只要经济成长好 金融业图赚得多 这个我想大家最简单可以理解 所以金融股透不透明 他其实很透明 好因为他被高度监管 好那高度监管的结论 刚才前面一开始就已经讲 我们的实质GDP的成长率 已经连续两季付了以后 现在开始转正 那转正以后你当然买什么呢 买金融股了哦 对不对因为金融股最后会收割所有的活力 因为今天无论台积电赚多少钱 好除非台积电赚的钱都透过比特币 透过比特币 没有透过银行业 如果没有的话 他资金汇进汇出 全部都是金融业赚钱啊 所以金融业 那我们刚才讲汽车对不对 你买车子好金融车子进出口什么的 还不是都是银行 所以只要百业兴盛好 无论餐饮业好或者是汽车业好 或者这个这个电子业好 最后肥到什么金融业吧 所以金融业银行都会赚到这些好 那最后大家会担心啊 可是我们现在都有金控嘛 那金控都有保险嘛 去年那个防疫险 防疫险就已经过啦 该结束的都已经 最后最后 防疫险现在正在谈的是什么 债保机构要不要承认嘛 那个已经叫最后 那只要金管会稍微点头一下 然后跟债保机构就协商 各位我要跟你讲哦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现在讲的这件事是很重要 现在金融股包括富邦金国泰金 获利已经很好 今年获利很好 因为他们的投资都 整个都回充回来了 可是为什么他股价还涨不太动 其实就因为债保的这个谈判还没结束 等到债保这个谈判结束了 我跟你讲 他们就会跟那个燕子一样突然起飞 所以这个 它很重哦 因为之前实在是 因为这个债保没有谈好的话 其实对受险业非常非常严重 因为他们接下来的 所有的债保的成本全部会增加 所以这个对金融业 所以保险公司在这里面 你知道跟这个最后一趴的谈判 所以要拜托 尽管会帮忙一下 那你只替那个受险业说话 好那我们再来 我们就讲其他的银行业 那银行业的确是不错的 银行业 因为我们开始讲说 基本面好的话 所有的银行就会跟着好 好那 可是我们大家又碰到 今年又碰到一个 很鸟的问题 就是说 待会来聊那个很鸟的问题 到底是公银行库好 还是一般民营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持续跟我们朱总来谈一谈 那像银行股呢 银行股要怎么挑 你说那种大型金控 对不对 那银行股呢 它也有供银行库 也有比较 好那 其实我们应该就讲说 金控里面 到底谁的这个保险的成分大 那保险成分大的 大概就是富邦金 跟国费金 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股市肥羊的这个分析里面 他在这一次的封面故事里面 他目前最看好的 基本面最看好的 还是国费金跟富邦金 跟国费金 好因为就 就他的这个基本面的讨论来讲 加大业大 好就是第一个他们的 第一个我认为这两家金控 他们的第一个数位转型 数位转型的能力是强的 好因为富邦金 现在正在换他的金融的整个系统 好所以他们也正在持续的 把他们的IT在不断的优化 那我想数位转型其实是关键 好那过去我们看到是玉山金 玉山金做的很好 可是现在富邦金跟国费金 都集起直追 好他们 这些银行 这些金控 跟各位报告 他们养的软体工程师 都是在700到1000人左右 所以都是 我跟你讲都等于一家科技公司 甚至比很多软体公司还要大 那包括玉山金 他甚至都想独立他的科技大军 变成一家软体服务公司 开始去 他们只是说金融业现在不能卖软体 否则的话 他们根本就可以出来卖软体了 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就知道说金控他们其实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再来他们展展现的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个银行最重要是什么交易 那这个交易除了企业金融以外 其实很大一部分在哪里 在信用卡 好所以你会看到包括什么Costco Costco的这个联名卡 好那这些金融卡的战争 你又会看到就是这三家在玩 就是富邦国泰跟玉山 中信 好就这四家在玩 好那这四家在玩里面 那可是我们就会看到银行 偏重银行比较大的 好比如说像玉山啦或者像中信 那公银行库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银行业很厉害的 那可是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最近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我们就不用管 不要指明哪一些银行 那各位你只要去看 八月份他们大部分都在八月初到八月底去除息 好除全息 除息 除息之后谁能够填息速度快 那简单说就是比较厉害的银行 简单说就是这样 因为有市场认同 那有一些公股银行 你看他除完以后 他一直上不来 为什么 因为大家对于他的基本面 或者对于大家 那虽然很多公股银行 他的其实实力非常好 比如说低金 他的实力非常好 他的客户数啦 他的资产啦 或者他的整个策略都很好 可是问题来了 我觉得公股银行有一个最大麻烦 就是说官股的人派来派去 到底是谁来负责经营这个银行 就很难说 好那我们就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台契营 台契营之前的董事长 后来被调到这个合库金控 去当这个董事长 那这个林董事长 这个已经过世的林董事长 他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的银行的老板 好那所以在他的这个经营绩效 这个进到台契营以后 他把台契营整顿的非常好 所以你就会看到台契营的股价 啪啪啪啪这样一直上来 然后他做了很多 比如说他做创投 他做很多他的这种 整个客户关系的改善 所以让台契营的整个获利很好 那台契营改完以后 他被调到 融调到合库 结果到了合库 任职没有多久就过世了 那像这种就是很可惜 但是我们要讲就是说 公股行户麻烦就是说 人才会调来调去 所以那你必须要特别注意到 他的基础建设以外 他的整个基础价格以外 你还要注意他的人士 他有没有好的这些高阶主管 那如果他的团队很好的话 那就带了 那所以相对 大家对于公股行户 大家就会比较看第一金跟赵峰金 这两家 那赵峰金因为他的外汇 非常非常坚实 那所以第一金是因为 他的整个信托业务做得非常好 那所以我想这两家 都是值得大家特别注意 那至于民营行户我觉得 那至于你现在到底应该买公营的 还是买民营的 那我觉得你就去看填席之后 除席之后填席的速度 那我刚才特别看了一下 那看起来中信金的填席速度相对是快的 好那所以这个就供大家可以参考 那所以我觉得金融股 那除了这里面的 这个我刚才分析的那几点以外 接下来就还有另外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现在已经慢慢回到一个通膨的年代 然后低利率的状况已经开始改变 所以大家利率会往上走 当利率往上走的时候 银行业最重要的获利来源就出现了 就赚利差 好因为这个赚利差的这件事 如果你的利率上不去 其实对银行业来讲 他无论是什么去卖做电子商务 去做金融卡 去做消费 搞这些卖保单 这些都是跟他的基本面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可是利差一旦出来的时候 对他的这个做金融相关的理财 他的这个东西就空间就变大 好所以他所以认真的银行 在这个利差收入变大的时候 他反而可以值得注意 那所以这里面我觉得 另外一家就是很值得大家注意 就是金城银行 好因为金城银行就是 董事长非常会投资 他投资 他特别他在债券市 那债券市场不好 可能对他压抑比较大 可是债券市场一旦好的时候 可能对他的机会就会很好 因为他没有 没有所谓的保险的这一块的压力 好那所以像另外像 比如说小银行 像王道银行 这两年表现 这压力大了 好可是你也会看到 他的契金表现得非常好 那最近 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可以 那像王道银行 因为他相对股价低很多 好他们股价没有那么高 那可是大家就可以去注意 他的契金 是不是带来他的营收 在持续的成长 如果是的话 那我觉得王道银行 你也可以注意 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金融股至少是一个景气的温度计 所以随着景气开始慢慢 开始回升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注意 那一个是景气在回升 另外一个就是利差变大 好那利差变大 对银行业也是相对有利的 那第三个就是 台湾因为整个企业经营的 因为这个美中地缘政治的关系 所以你会看到 最近连房地产 大家都是从住宅开始走向商用不动产 所以当商用市场开始一直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对于银行 对于保险公司都是相对有利的 那只是保险公司还在经历 最后那个防疫险跟债保公司的谈判 好那这个大家还要再观察一下 好然后还有一小个族群 不过今天大家都可能没有兴趣 就是证券 证券就是透明 那如果市场交易量大 证券就会好 好那而且如果 今晚会开放更多的商品 好那特别是未来你看 探权的交易 或者我们台湾有更多的金融商品 可以开放到 我相信对战券公司就相对是好吃 好今天就是帮大家来解说一下 就是金融股的话 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挑选 那我认为长期投资金融是对的 好就如果你敢放定存 你就应该敢做金融股 也是啊 钱都放那边了嘛 对啊 对不要再傻傻的存定存了吧 好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商周集团的总经理 朱继中朱总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这么清楚的一个分享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直播在这边告个段落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对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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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北台湾 南台湾 澎湖 fm103.3 台中 南投 东台湾 102.1 竹苗 102.9 云佳 103.1 狐立 107.3 金门 96.3 我是李秀元 吃喝玩乐 胡思乱讲 都在 iLikeRadio 嗨 我是郭富城 老邪珍人参金 添加麦利卡蜂蜜 超强受惠因子 更好的人参 更好的老邪珍 八十年老店 老邪珍 欢迎中秋节 老邪珍人参金 全联加勒福康师美 买二送一 老邪珍人参金